各位同學大家好 小息回來之後 我們又開始第二部份 就是之前 講述歷代兵制 精兵制和武兵制 講完之後就講述歷代兵制的開放 現在繼續 上一課就講 東漢的兵制 東漢的時候 取消了精兵制 全部勇武兵 全部勇武兵的情況 最後結果 令到 有事的時候 例如黃金之縣的時候 就急起地方長官招募軍隊 地方長官招募軍隊 就出現了情況 長官和士兵關係密切 最後結果勇兵自從 造成了東漢的 周末國隊 所以 如果融讓地方 自己招募軍隊 是有危險性的 危險性的 接下來的朝代 如何解決問題 這個已經沒有改變 我之前已經關掉了 接下來 如何解決問題 這是一套 曹毅細兵制 曹毅細兵制 首先曹毅 是指三國時期的 曹毅 是指三國時期的 曹毅 曹毅 其實不是曹毅 散奪王位 是曹毅 然後 曹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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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精兵制的形式 完全有精兵制的形式 就是軍隊是來自人民 兵籍的人民 服役 也有一個好處 就是不是兵籍的人 專心耕田 簡單來說 他們想做到兩邊都有好處 當時的做法 這樣 開始了 所以 這個細兵制有精兵制和武兵制的兩個特點都存在 細兵制 細兵制簡單來說 就是以精兵制和武兵制為基礎的世襲聖職的軍隊 世襲聖職 的職業軍隊 但職業 又像是武兵那一隻 所以為何說兩個都混在一起 做法 我們簡單地私下去就很簡單 將一些人 放在兵籍那裏 兵籍以外的那些 不用當兵的那些就是民籍 民籍那些就是耕田 耕田 兵籍那些就 他就要當兵 當然是耕田也可能要的 他不用打仗的時候 那為何會出現這個 細兵制呢 原因就是 剛才說過 就是參與國 然後豪強招募自己的軍隊 萬一出現師兵 師兵當時有個特別的名稱 叫暴曲 曹毅呢 就想將師兵 變成國家的勢兵 以便管理 就是要將私隱軍隊 變成國家軍隊 這也很重要 因為問題就是 如果你對於這個朝廷來說很危險 那怎樣做呢 內容就是這樣 身份世襲 那些士兵呢 士兵呢 是終身當兵 即是一 一做的軍隊 就一輩子都是軍隊 那這個有什麼好處呢 這個好處呢 他能夠確定到 有保證到 士兵的數量 因為兵籍只要有救人 即是表示 士兵是有足夠的數量 同時間隨時都可以 從兵籍抽到人 去打仗 管理方面 管理方面呢 兵士進入了士籍 士籍呢 即是兵戶 或者叫軍戶 如果進入了士籍的話 就不可以做文籍 而士兵和家屬呢 就叫士家 士家 只能夠和士家通分 於是你就確保了 那些生的嬰兒 都是由軍人家庭出生 於是 那嬰兒 帝士大國都要做軍隊 那他們需要團田 即是 你也要明白 當時不是經常都有軍隊 那朝廷呢 就會動員 士家的子弟參戰 即是 文籍那些 就是不需要當兵的 文籍也是 不需要當兵 那全部都是由士家 那裏 就 著出軍隊 那就確保了軍隊的 數量 好 細兵制的評價 優點 一 兵員有保證 因為 你很多個 士家的家庭 在這種情況下 一定會救人 二 二 杜絕了之前的訓練不足問題 因為他一出生就是軍人 所以一出生 小孩已經連續 騎馬射戰 第三 他都會耕田 所以能夠解決生計問題 好了 那第四 士兵呢 那些家屬 就仿余 人質 那樣 那樣 因為由於當時呢 這個兵就是什麼時候 吵毅 吵毅是戰亂時期 那怕有逃兵 是不是 那當時呢 就是戰 戰亂時期 分裂時期 那怕那些人有逃兵 那這種情況下 你那些士兵 出去打仗 家居人 就在兵籍裡面 的地方 於是就能夠看著他們 就不敢叛變了 所以有四個好處 缺點 有什麼不好處 冰原有機會出現斷層的下 為什麼呢 假設他們 生不夠寶寶 或者死得快 生得慢 或者是出現了年幼情況 在這種情況下 你的士家 就提供不到足夠的軍隊出來 有這個可能性 第二件事 就是由於 做了軍人家庭之後 他的社會地位是比較低的 那為什麼呢 因為不可以做官 在這種情況下 這件事會影響士氣 長遠會影響作戰能力 那這個呢 就是一個 吵毅的勢兵制的情況 好 吵毅完了之後 然後呢 就到兩進 兩進 其實是一樣的 兩進 就是這個西進 和東進 西進 西進 然後西進 永迦之亂之後 然後就是東進 東進 南方 這個是全國的 這個就是南方 中間呢 就有五胡亂華 五胡亂華 好了 那我們就開始了 好了 西著緣 用西兵制 其實是一樣的 西著緣 也是用兵文分離 就是兵籍和文籍分開的 那就是 世代雙籍為兵 八王之亂一起內戰 令到雙王慘重 當時呢 那些西兵呢 就逃亡 所以 令到呢 當時呢 人數呢 是大減 影響過的作戰能力 好 東進的時候呢 那就當然了 影響作戰能力 後來呢 就西進亡過了 西進亡 當時呢 西進亡之前 就招攬外族軍隊 五胡軍隊 因為 因為紫軍不夠 所以就招攬五胡軍隊 之後呢 然後呢 就自己的兵力不夠 然後五胡亂華 西進亡 好 西進亡之後呢 就到東進 東進呢 其實呢 初期都行世兵制 但當然是不行的 東進呢 就蒸發 豪強任戶 和罪犯為兵 你看到一個狀況都知道 豪強任戶 什麼意思呢 豪強就是有 地方上有細節人士 裡面的戶口 找到裡面的戶口 那些戶口 可能是幫他打工 那些軍隊 其實這個軍隊的質素 就很明顯是不太行 再加上 你無端的找到那些人 去當兵 豪強自然反對 反對呢 令到細兵制 就很難以維持 好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 細兵制無法維持 東進呢 就行這個武兵 永遠都是這樣的 當你精兵制 搞不定 即是原本的 原本的兵制搞不定 他就會用武兵去補充 即是招武軍隊 當時就是用武兵去代替細兵 例如祖敵北伐 大家同學都記得 北伐有一個祖敵 文雞顯武 他的軍隊自己招武 招武軍隊去打仗 而當時就是肥水之戰 肥水之戰 肥水之戰那支的北虎兵 都是由謝元招武回來的 所以其實呢 後來的軍隊呢 都是招武回來的 好了 這個就講了東進 東進呢 東進呢是南方 接著講北方 北方 這是北方 北方是胡人的天下 所以北魏呢 北魏呢是先卑族 先卑族 於是這個情況下 他的兵制是怎樣 這兵制是另一個系統 另一個做法 跟之前那些 也有幾不同 就是俗兵制 如何俗兵制 就是暴落制度 因為 外祖是暴落制度 因為草原生活在裡面 一個暴落一個暴落 獨立的 他建立了北界之後 他就慢慢要把暴落制度 融入在一個 中央人民國家的制度裡面 他本來的暴落 一個暴落 就是一個軍事組織 暴落就是整個暴落去打仗 暴落的兵 就是 全部人 都是 都是軍隊 這裡是打錯字 看看 用黑色筆在 暴落 不是兵 是全體 全體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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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大草原裡面 他們的行軍 是整個暴落一起去的 所以 其實 他們每一個人 就算小孩子 都要幫忙打仗 北藝 後來定到平成 之前 暴落制已經解散了 慢慢轉變成中間陣民國家 族兵制 早期 是當時組織的基本兵制 暴落的遊長 統出暴下的士兵 簡單來說 就是 遊長 統合 他們的暴落的部族成員 作為士兵 遊長和他的部族成員的關係密切 所以 在這種情況下 就是 就是 他們的情同 兄弟 同一家族 這樣 於是 這個情況下 就很大 特點就是 遊長的遊誌 打了錯字 這樣才對 這是打錯字 遊長 遊長和他的部族成員 情意相通 厲害與共 所以 大家戰鬥很強 即是出死力 出死力是甚麼意思呢 因為 部族之間的 大家都像情同兄弟 於是 在這種情況下 就互相合作 接著就是 講解一下 他的武兵 不叫武兵 由這個 逐兵 這個武兵 就慢慢出去 先秘人 不再生而為兵 於是 就開始 要改變 即是他們有點不肯打仗 招募先秘人 自願入伍 誰想打仗 就來 不是全部 部落 都是士兵 現在招募 有些先秘人 自願入伍 你會問一個問題 那漢人呢 漢人當時來說 是地位較低 只是耕田 不准當兵 不准當兵 直至何時才有改變呢 就是北周的撫兵制 即是現在講的這個制度 好 西藝和北周的撫兵制 早期是西藝 後來 就變成北周 你可以理解為同一個政權 為什麼呢 西藝的時候 那個政權 已經被愚民泰控制了 愚有愚 愚民泰 愚民泰控制了 愚民泰 後來散奪了西藝 建立了北周政權 所以其實同一個愚民泰裡面所建立的 整件事都是他建立的 愚民泰設計了一套 能夠安撫先卑貴族 又能夠吸納關隆漢族勢力的增加軍隊方法 就是怎樣呢 就是 吸納漢族有勢力的家族 即是大家族 進去做軍隊 讓他們有等同先卑貴族的地位 剛才說過 漢人地位是低的 只是耕田而已 當兵可以等同先卑貴族的地位 簡單來說是升級 所以很多關隆 關隆是地方名 即是地區 關隆這個地區的漢族 加入了先卑的軍隊 於是成為了當時的撫兵制 所以撫兵制其實 他是當時本來是想增加軍隊的方法 增加軍隊的做法 就是吸納漢人組軍隊 這是特別的 因為之前的五湖亂華 其間的湖人政權 都是不讓漢人組軍隊的 好 第二個就是鮮卑化的統率關係 當時是這個愚民泰參加了周朝禮制 就是漢人的制度 因為朱敏很聰明 他覺得要討好 即是令那群漢人服從 或使用漢人制度 他就仿效 仙卑的舊制 就設立了一個 混合在一起的制度 叫八處各大將軍 的制度 八處各大將軍 而商事一論 就改用鮮卑的構成 這個做法是 一個尊重鮮卑人的做法 為什麼 因為現在大量起用漢人 那鮮卑就不是很不高興 怎麼搞的 那些漢人和我平起平坐 不行 所以現在就是他全部改用鮮卑的構成 那有什麼關係呢 就是要連關龍漢族 如果要加入軍隊 他都要改鮮卑城 簡單來說 要漢人同化於鮮卑 才能夠和鮮卑有同一個社會地位 好了 而事卒 改用其將稅的鮮卑勝士 在這種情況下 全部軍隊都是鮮卑勝士 簡單來說 似乎 有昔日的族兵制面貌 因為好像是同一族人 但其實是其他作為 改了姓氏 但感覺上是其他作為 感覺上是同一族人 好 然後 慢慢擴大兵源 剛才說過 關龍蠔佑 蠔佑就是蠔強 加入做蠔兵 在大統16年 蒸發戶口之財 中等以上 簡單來說 是相對有錢的那班 有錢那班才有氣力打 不會找窮人打 好了 建壯有力的平民做蠔兵 即是有錢 建壯 他們平民不是先秘人 做蠔兵 當然做了蠔兵之後 他們要改錢 這個就是令到先秘的貴族感覺良好 好 就抗戴軍隊 至於軍備攻擊和職責是怎樣 蠔兵雖然入籍軍籍 做了蠔兵之後 你就是軍籍 還是軍人 好了 他們都是受軍田 也會給他們田 他們是自給自足的 即是簡單來說 他雖然軍籍是去耕田 但是他就是自己耕田 自己養自己 武器 就是由朝廷供養 即是簡單來說 你的食用 你的生活食用就是自給自足 出征 他們任務 包括出征 綠色 也要宿衛警司 即是守警司 平時 就是武龍 還有 在龍閒 即是龍田 就是不忙的時候 即是有空一點的時候 就要訓練 這四樣東西就是他們的職責 圈著綠色四樣東西 那虎兵仔 這個是引入 後來的一個大的唐朝的虎兵仔 唐朝很好打 所以也是比較重要 評價 這個西藝和北咒 最主要是北咒 那就是一個虎兵制有什麼特點呢 一 增強國力 為什麼呢 一 他保留了俗兵制的特色 因為他有一個鮮卑性事 精習各種人加入 包括了漢人 好了 就是緩和了民族的矛盾 這個也很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這是安定了自己本身的內部情況 那就是緩和了漢族和鮮卑之間的民族矛盾 好了 也擴大了兵源 擴大兵源是最重要的 當時要做的就是擴大兵源 好 接著第二件事就是地位提升 一個軍府有餘一個部落 這是一個鮮卑制的特色 好了 兵將關係如同父子 這是部落的特色 所以現在這個 就放在一個軍營那裏 所以就視力高昂了 因為大家都視對方 就是一家人 所以 打仗的時候就會 就是戰鬥力高昂了 你本書就說 就是精戰往往是耳掛黑眾 即是 都是好打 訓練有數 為什麼呢 因為經常訓練 他們就是經常進行軍事訓練 有大規模的軍事演習 成為了當時的勁女 哎呀 還差了 讓我先拆開 軍事勁女 其實他的訓練是充足的 為什麼呢 因為龍閒訓練 每年都會訓練 所以他訓練充足 接著是兵龍合一 兵龍合一 兵龍合一在統一王朝中很重要 因為在統一王朝裡面 大部分都是農民 那究竟農民和軍隊 怎麼分配呢 這就是個特點 當時的傅兵是來自農民的 即是他也要耕田 也要授田給他 所以他也要耕田 平時耕作 限時受訓 所以第一個特點 就是有精兵的特點 就是致散軍費 後來 隨堂的軍民合席 和兵龍合一 都在用這個方向去做 所以說 開啟了後來的兵制 好了 今堂到此為止 各位同學再見 拜拜